蘆土 它告訴你 T型 ABC 豬裡面 BC它平行 是 A 豬喔 我們把它畫一下 這是 Y 這是 X 然後呢 我們就看喔 那這是 C 這是豬 這A點是多少 負6 負8 這是B點 那麼它告訴你 BC平行A租 它告訴你 BC平行A租 A租垂直 X走 這裡是垂直 C租垂直 Y走 那如果它告訴你 A租等於20 A租等於20 BC等於多少 BC等於14 那T型的面積是153 A點的坐標是負8 負6 負8 則問你B點的坐標是多少 B點的坐標是多少 好 那要求B點的坐標你要怎麼求 你要求B點的坐標你要怎麼求 你應該第一個你要先求出這個高 由這個高你就可以求出什麼 求出租點的坐標 再推出C點的坐標 對不對 這個高知道租點的坐標由這裡20 我就可以知道租點的坐標啊 我先寫租點的坐標就多少 負6往上推20喔 負8往上推20變成多了 10幾 12嘛 是不是 所以就變成負6 12 然後呢 往右邊推就可以求出C點 那C點再往下推14個就要求到B點 所以你要先求出C租的長度就是要高 那C租的長度你要怎麼去求 各位 C租的長度你要怎麼求 T型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2啊 上底是多少 上底是多少 上底 14 下底 20 高不知道 除以2 乘以高除以2等於153嘛 所以153等於上底 14 加下底20 乘以高 高就是C租的長度喔 除以2 所以30是17 17 9 所以呢 C租的長度就得到多少 就得到9嘛 好 97 六 13 9 對 C租就得到9 那這樣子的話我可以知道 租點的坐標該求出來是多少 負6 12嘛 那這樣C點的坐標我可以求出怎麼樣 往右邊推9格 往右邊推9格 所以C點坐標是多少 C點坐標是多少 往右邊推9格多少 負6加9這到3嘛 是不是312 所以C點坐標是32 那這樣V點坐標是多少 V點坐標是3負2 所以V點坐標就是3負2 V點坐標就3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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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